有時候拿底線是否真的要傳中呢? 答案其實不是的 那這球球有什麼好講呢? 有什麼可以教大家呢? 就是留意 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傳中不到 但這些時候的後衛線全部都撲進去禁區裡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一點 就是當他們連防守中場都進去禁區 那就是說 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就是這個位置 是會非常兇 而這些位置其實全部都是死亡地帶 就是能夠理入球的死亡地帶 這些位置你一定要瞅著 總之你永遠,我教大家 你永遠見到一個非常之吉空的平坦草原 就是一個最佳的進攻位置 這個時候你要瞅後上的人 而這個時候其實你看到有一個球員在後上 這個時候你可以給他的 但怎樣可以這球球繳往過正做得更加好呢? 就是首先呢 是給了禁區裡邊這個 這個 升回出來的球員先 再等他回回給他 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將他 正面的回後再撞射入球的機會率呢 是再高一點的 這個是我教大家的另一樣東西 所以這球球呢 結果做出來呢 就形成到入球了 如果